清晨的粥养胃 深夜的酒 暖心 当这些所有场景出来的时候 告诉你一件事 客户不再因为需要而购买 客户因为喜欢而购买 各位 你家里边缺大米吗 不缺 你是因为诗和远方买了大米 你家里缺一件T恤吗 不缺 你可能因为 它倡导的这种价值观 生活方式和理念 跟你很一致 买了第一件 还有包括做美容的 你们怎么写文案 很简单 十年的同学聚会 比谁有钱 二十年的同学聚会 比谁的地位高 三十年同学聚会 名和利 那都是扯的 比谁更年轻 所以三十年的同学聚会 拼什么 不是拼你开什么车 不是拼你住什么房 有多少钱 是你很年轻 你和你的同学两代人 你发不发朋友圈 你发不发 我就问你 你同学不发 你会发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三十年同学聚会 拼什么 来你看我们这个同学 是做旧衣服回收的 说张老师怎么做内容 我说不要谈旧衣服回收 多少钱 那个衣服回收的 没有多少钱 那个没有多少钱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的衣服穿完了 把它收好 把它整理好 然后呢 把它捐掉也好 把它回收也好 这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 你知道现在很多大佬 出行 人家都不开车的 那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商务会长 从来不开车 什么车没坐过 劳斯莱斯兵力都有 每次跟我见面 他都是坐地铁了 我说你为什么坐地铁了 他说坐车会晕 你看周润发出行 是不是 都是穿着布鞋 穿着T恤 穿条牛仔裤就来了 这就是一种低碳生活 绿色生活 不追求奢华 追求一种本真的 自然的 回归的 一种生活方式 这个东西很高级 你要把这种高级感拍出来 让用户认为 我整理衣服 回收衣服 把衣服捐掉 不是因为我想 震那三瓜两枣 是因为我和这些大佬 一样的高级 你见吗 朋友圈晒的是什么 是高级感 各位什么叫高级感 自己品一品 好不好 来 你那朋友圈 大家赛车你也晒 还专门把logo拍出来 哦靠 那个就不高级了 晒什么高级 人们不再因为需要而购买 人们因为喜欢而购买 卖生活方式 所以用户不会分享你的产品 用户不会分享你的服务 用户只会分享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和属于他的优越感 那赵老师把这套模型啊 已经把它整理出来 变成了一套方法 一套逻辑 放在了我的365课程里面 大家如果喜欢的 感兴趣的 可以到小航车的部分 去了解下单和购买 让老师陪伴大家 让每一个小伙伴 在新商业时代 都有机会去创造 属于你的品牌 玩转流量 我们在课堂上